孟晚舟要忠诚接老晚舟,北京孤立无援美国寸土不让,美国司法部1月28日起诉华为及财务长孟晚舟。 加拿大司法部随后证实,已收到美方正式引渡请求1月29日,加拿大法院29日停讯孟晚舟。 中国独立时评人承坦分析认为,孟晚舟被引渡美国受审的概率很大。 而华为如果不作为被法律事实的对抗,可以达成有罪和解,但台湾专家分析,美方明确表示,起诉华为和孟晚舟与贸易谈判无关业内人士分析。 美方起诉华为显示,美国制止中共窃取知识产权的决心不可动摇,而中共不以窃取知识产权,为耻反以为荣,已经被世界主流国家攻立美方。 起诉华为与贸易谈判无关专家。 不会仅仅以罚款便能解决1月28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形式控告华为与孟晚舟。 时间点恰逢中美即将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之际,外界担心此举或影响双方谈判。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强调起诉华为是执法行动与贸易谈判,完全无关也不影响。 自由时报1月29日报道,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表示, 美国司法部独立于其他部门起诉华为及孟晚舟的决定,未必与中美贸易谈判有关。 然而中共则会将两件事牵连在一起,或会令到中美关系,再趋紧张陈志杰指出。 相比去年美国封杀中兴事件相比控告,华为及孟晚舟的罪名,涉及到窃取美国高科技问题,不会仅仅以罚款便能解决。 事件不排除议会令中共在谈判期间,做出更大的让步,但究竟是怎样的大让步? 目前仍然有待观察陈志杰说,对孟晚舟或华为,不仅仅是讨论违反制裁伊朗的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也牵涉到知识产权的问题。 偷窃美国的高科技,所以这个情况比原先评估的要严重得多,基本上是去年中兴事件的扩大升级版,估计习近平政府,现在不可能完全忽视美方的贸易。 要求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专家。 美国对中共科技战将寸土,不让除美国之外近期包含台湾在内,欧美各国纷纷抵制环维通信设备。 自由时报1月29日报道台经任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分析,目前,中共占据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达三成所以中国武器设备内需市场够大。 可以协助华为对抗抵制压力,但如果抵制效果不佳,美国可能转而限制美商,提供华为关键晶片,或技术授权,展开新一轮的技术封锁。 美国对中共科技战将寸土不让成小农。 中共偷蛋糕,自觉于国际社会华为事件折射出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 也折射出中共因偷窃他国知识产权,为家常便饭的行为,已经被世界各国孤立1月29日经济学家程晓农,在大纪元撰文分析,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只有做大蛋,高才能更好的切分蛋糕。 在这方面北京当局也面临一种孤独的处境,因为很多国家都在担心除了有做蛋糕的,还有偷蛋糕的成小农说。 当前中美经贸谈判当中的核心议题,是侵犯知识产权,这就涉及偷蛋糕问题。 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早就加入了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 83年,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1989年,但同时却使用各种手段。 大规模的侵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如此作为北京确实是孤立无援的。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站出来说,我们支持偷蛋糕。 加拿大或美引渡请求孟晚舟出庭联续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国司法部28日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等数家子公司及财务长孟晚舟。 其中包含盗窃美国电信公司商业机密,违反伊朗制裁条约,进行银行电汇诈欺等,一共23项罪名加拿大司法部随后证实,已收到美方的正式引渡。 请求1月29日,周二,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卑诗省高等法院出庭。 司法部提出需要30天的时间内,来检视美方提出的文件内容,以确定是否先发授权推荐令简称ATP,同时法院审视孟晚舟的保释条件。 下次开庭日期,改为3月6日,评论孟被引渡美国受审概率,很大孟晚舟引渡案,还处于聆讯阶段6分。 西认为孟被引渡美国受审的概率很大。 美国之音1月29日报道,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表示,只要不出意外,孟晚舟肯定会被引渡至美国受审,这是大概率事件,从目前所有的证据来看。 美国确实对此做了比较扎实的工作,这不像中国的媒体言论,完全出于政治原因。 程坦表示华为按最后可能达成认罪和解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标杆。 本身就有18万员工,最终会涉及到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华为若配合得好,最后还是有达成认罪和解的可能的。 但若华为违背基本的法律事实进行对抗,就可能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 但美国的企业和个人,都会被禁止与华为有商业往来。 这会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一起很严肃的司法案件,要用司法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用政治施压的方式去解决。 引渡联讯程序,公开透明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对于引渡程序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当收到美方的证事请求引渡后。 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大卫拉梅蒂,有3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给予授权推进令AT。 P加拿大引渡法专家盖瑞伯丁表示,这是第一个涉及司法部长的关卡。 如果司法部长决定不给予授权推进令ATP,就代表孟晚舟的案件被撤销了。 如果她决定发ATP,继续推进这个案子,那就代表此案将进。 入法庭引渡联讯,引渡联讯会在加拿大奔施省高等法院开庭。 届时控辩双方,将各自提出证据,与论述美国司法部,需提供孟晚舟案件的详细记录与证据。 孟晚舟的法律团队,当然可以反驳法官检视证据外,还会考量案件是否涉及政治因素,是否符合两国双重犯罪原则等如果高等法院判决引渡成立。 孟晚舟还可以到卑诗省上诉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继续提诉当然,法院也可能拒绝听取上诉法院一系列的聆讯审判行政体系都插不上手。 司法完全独立,但接下来司法部长将面临第二个关卡,决定要不要签署引渡令。 加拿大引渡法专家盖瑞伯丁说,司法部长会从多方因素考量引渡问题。 例如这是否是政治事件被引渡人是否会遭欺压,这是否有为加拿大人的良心? 这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其他人可以干预而就算是司法部长同意引渡。 孟晚舟还可以针对此决定,申请司法部和整个流程中可以看出。 虽然脱不了行政机关的决定,但司法过程非常透明公开。 被引渡人就算走完了三级法院程序,还有司法复合的手段,可以再为自己争取权益。 加拿大法律援助组织Access Pro Bono的法律研究专家吉米言说, 这套制度不是要伤害被引渡人不会给他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下下是充分保护其权益阿波罗网路凡。 客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